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아, 미안해요. 약속을 깜빡했어요. 嗯,那么这个英明说 我正在吃饭 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这个对话的内容 等的意思 那么今天我们要学习的是非常简单 也是很常用的 表示现在进行时的语法是 动词后面的加 表示尊敬的意思 比如说 밥을 먹고 있어요 밥을 먹고 있어요 먹다是吃 那么 자구 있다表示正在吃 那么你在做什么呢 も 하고 있어요 も 하고 있어요 你在做什么 那么这个も 하고 も 하다 は다呢 后面加 구 있다表示正在进行的时候 那么这个是在 我们在平常比较亲近的人的时候使用的 如果呢 我在问我的教授 我在问我的老师 我的领导 是我要尊敬的人的时候 我们不说 구이다 我们用 구 게시다 比如说 爷爷正在吃饭 할아버지께서 食사를 食사를 得시고 得시고 계세요 得시고 계세요 因为这个 계시다 是这个 以待的尊称的形式 那么 約束 約束 是约定 约会的意思 約束 比如说 你一定要遵守 诺言 怎么说呢 約束 지키세요 지키다 是遵守的意思 那么我们看一下 拓展学习 那么 干밖에다 干밖에다 表示忘了 忘了一根二进的时候 用说的 我们也可以说 까먹다 까먹다 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 也经常说的 比如说 約束 까먹어서 지갑을 까먹어서 完全忘了一根二进了 和这个 干밖에다 是一样的意思 我们看一下第一句话 지갑을 까먹했어요 지갑 지갑 是钱包的意思 钱包忘了一根二进了 지갑을 까먹했어요 那么第二句话呢 油管을 까먹했어요 我把这个 護照呢 忘了啊 護照呢 在韩语中叫做 旅券啊 旅行的这个券 叫旅券 是護照的意思 叫 油管 油管 油管을 까먹했어요 这是我们今天要学的 表示忘了一根二进的说法 干밖에세요 까먹었어요 都可以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课就讲到这里了 여러분 楽しみに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